你说小泉为什么一定要指定方涛去杀颖宅呢 表面上是为了方涛挨打的事情 我给他来了个下马威 实际上还是因为卢光杰的死 他对我一直怀恨在心 现在他逼着我未来的女婿 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是有意在戏弄我 当时我差一点就要发作了 我看事情没那么简单 小泉这个人城府很深 依我看来 小泉不像是那种为了解私奉而不计后果的人 这里面一定有阴谋 至于小泉的阴谋我也想过了 也没那么可怕 再说 我也很想看看 这方涛握着枪是个什么样子 这话什么意思 我没握过枪一看就知道 我可不想让我的女儿 嫁给一个军统的杀手 还有 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时间地点一定要严加保密 甚至在动手前 连方涛都不能让她知道 这样 日本人就更不清楚了 大佐 为什么要测试一个方涛 您要花费这么大的力气来设置一个局 这个局 不仅仅是给方涛的 还有慕容文 您是不放心慕容文 不是不放心 不是不放心 我们要把慕容文紧紧地控制在手里 他为我们杀了人 就变成了我们豢养的龟子兽 想洗干净是不可能的 想洗干净是不可能的 更何况杀人的人 又是他的准女选 王爷 我们完全可以暗中把尹詹安给干了 这样的话江湖上就没有人知道是谁干的 如果这样 日本人那里交代不过去 既然已经答应了 还让他去吧 我本来就想让方涛的手上沾点血 王爷 这事还有个办法 找一个人陪方涛一块去 方涛万一失手的话 也可以给他上个保险 嗯 要找个合适的人 您还记得小刚吗 就是六年前走掉的那个 方先生好久没见了 您上个好点了吗 好多了 哎呦现在这世道太乱 往后您可得多加小心呐 是是 来来来这边请 今天我请客 您稍等啊 好 方先生可找到您了 您是 好 我叫黄海刚 是文爷的手下 好 伯父 您找我 方涛 您已经是在帮弟子 是自己人了 今天请你来是有件事情 想请你帮个忙 您说 是这样 我有点事情想让手下去处理一下 但这件事情可能要和洋人打交道 那些个手下他们又不懂洋文 所以想请你和他们一起去 全当做个翻译吧 有劳你了 只要是英语我没问题 那去哪儿 到了路上 小刚会告诉你的 一帆 都准备好了吗 就等着方先生 走吧 我去了 伯父 哎 咱们去哪儿 护江大学 去干吗 找校长易占恩呢 找他干吗 要他的命 在这儿给我停一下 停停 就这儿 我要上去跟慕容小姐打一个招呼 我本来答应吃晚饭的时候来接她 不行吧 我们要赶时间 还要向文爷交差呢 我也得交差呀 小姐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好吧 赶紧去 那好吧 赶紧去 竟然权重 你可以去打比赛了 很简单的 你们要学我也可以教你们啊 慕容小姐 有位先生找你 怎么了 赶紧去找江医生 你爸爸让我去护江大学 去杀尹詹恩校长 他为什么让你杀尹小长 我不知道 我去跟我爹说 不让你干这种事情 走 不是这么简单 我要不去的话 你爸不会信任我 你只管去告诉江医生 听明白了吗 你们先玩 别等我了 好了 包 开车 这边走 黄包是吗 这边走 黄包小姐 江医生呢 江医生出去了 他不在啊 他去哪儿了 他没说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要不你有什么事 我帮你转告他吧 来不及了 站 就是这样 记住了 进去以后 千万别看待眼睛 罩子就开枪 打完以后把枪扔了 就走出来 切记 不要金光失措 不要动张西望 这样人家马上就会认出你来 你 你干吗 我在他办公室底下等着你呀 你放心 逃跑路线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你只要按照我的要求去做 我保证你万无一失 来 拿着 小心 子弹上不疼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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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巡捕 对 照巡捕 喂 巡捕方妈 我要报警 有人要杀护江大学校长 楼上 左手边第一个房间就是印章的 他现在就在里面 回来 我还没说完呢 别紧张 别紧张 去吧 不紧张 要是我进去他出门怎么办 那你就掏枪打死他 喂 你刚才可能没听懂我的意思 我是说他如果在门外中 要是有人看见我 那你就揣他一脚 把他揣进去呗 对吧 你现在看见我 好多了 我都用来 我来的 你走 在哪里 做什么 我都用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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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校长办公室在哪儿 就在三楼 走 进来 走 走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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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他们被抓起来了 现在已经送到寻补房了 一帆 快去找朱炳卿 说什么也得把方涛给救出来啊 这事咱们不能生长 你忘了 关键是一个密字 对对对 他们会不会 在寻补房 那我亲自去一趟了 实在不行的话 让他们谁也开不了口 那方涛呢 那得看他上不上路 不上路的话 留着 将来也是个祸害 姓名 方涛 年龄 三十二岁 职业 我 我是比利时领事馆的文书 文书 文书还会开枪杀人啊 枪是我开的 但人 不 不是我杀的 对 人的确不是你杀的 你和这个叫小刚的 是一伙的吧 想不起来了 那我提醒提醒你 小刚 大名黄海刚 上海滩出了名的杀手 你跟他什么关系 我不认识 不认识 怎么会同时闯进校长室去杀人呢 枪是我开的 但人 不是我杀的 你冲尹校长打了八发子弹 你还说没有杀人 我没想到啊 这个方涛这么没用 施敬军 枉我怀疑他这么长时间 更可笑的是 慕容文到现在也不敢声张这件事 真是一个老狐狸 可以 霍霞 爹给你送点吃的 再怎么着急 饭总是要吃的 你为什么让方涛去杀人 下去 爹不是跟你说了吗 这不是我的主意啊 爹 我一直觉得 所有的人都可能骗我 可你不会 方涛去湖江大学之前 她来找过我 她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了 她跟你说什么了 她说她不敢杀人 也不想杀人 而且 寻补就是我叫的 什么 寻补是你叫的 是方涛叫你这么做的吗 不是方涛让我这么做的 这是我自己的主意 你想干什么 乌侠 我本来想 在寻补赶在方涛杀人之前 可以阻拦方涛 可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 乌侠 这是男人之间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干涉 因为在我心目当中 她已经是我的丈夫了 我不想我未来的丈夫是个杀人犯 不敢 乌侠 不管方涛对你说了什么 你就当从来没有听到过 不能对任何人说起 爹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一定要记住 方涛做的所有事情 和咱们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 爹 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不相信你是这种人 你要相信爹 这事 跟咱们真的一点关系也没有啊 咱们家 要是沾上了这事 那爹就成了汉奸了 那我们家全都完了 你要相信爹 爹正在想尽办法 救方涛 你吾叔 连晚饭都没吃 就去忙这事了 爹再跟你说一遍 方涛跟你说的是 你就当从来没有听到过 雪崽要用雪来还 雪崽要用雪来还 言嘴凶手 言嘴凶手 雪崽要用雪来还 雪崽要用雪来还 言嘴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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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黄海刚 已经对杀害尹正恩的罪行 共认过会议 是我干的 我一个人注意 没人指使 这就是说 我的当事人方涛 手枪里的子弹 根本没有伤害到尹正恩 更谈不上他去杀害尹正恩了 这一点法医可以作证 尹正恩身上 只有一处是致命伤 那就是说被告黄海刚 审查的辅职所造成的 就是说尹正恩的死 是黄海刚一个人造成的 与方涛根本就没有关系嘛 那方涛为什么要向尹正恩开枪 他是否有杀害尹正恩的意图呢 所有的事实只能证明 我的当事人方涛是向办公桌开枪 并没有向尹正恩开枪啊 与方涛根本尹正恩 主持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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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战役有雪来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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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黄海刚 故意杀人 证据确凿 且本人供认不悔 本宁宣判 处于死刑 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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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说不会判我死刑的吗 你答应过我的呀 是 吴先生 法官大人 法官大人 我冤枉啊 我刚才所说的公词 那都是别人逼我说的呀 其实方涛才是主谋 你们就看看他 这是谁杀的人 被告你还有上诉的权利 你是不是要上诉啊 我上诉 我上诉 我是 我是说方涛指使的 他在邦 而且地位比我还高呢 是他给我杀人哪 安静 由于本案出现了新的情况 本宁宣判 暂时取消 方涛 方涛 当庭释放的宣判 方涛 仍交群府方积押 择日 另行开庭审理 随庭 是 方涛 方涛 你放心 我们会想办法的 方涛 对 谢谢啊 谢谢啊 好说好说 方先生 受委屈了 吴先生 有什么好消息吗 我来就是告诉你这件事情 慕容先生正在想办法多方搭救你 已经托人找到了在香港的杜老板 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吧 吴先生 您最好让慕容伯父赶快想想办法 我在这里头待着真的是度日如年哪 你的心情我们都了解 但有一点你必须记住 一定要咬此刻功 否则的话 我们也没有办法 我没有没有没有 只是我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 一定要坚持 用不了多长时间 对了 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 那个翻供的小刚 你不用担心了 就在刚才 他在监狱里自杀了 什么 黄海刚自杀了 畏罪自杀 怎么搞得你们连这么一个人都看不好啊 听清楚了 房涛一定要看好 不能再出任何意外 进来 进来 御法官 门外有位先生要找你 哪位啊 叫吴亦凡 说是替您的一位朋友给您带了一封信 进来进来 请 御先生 你好 你好 吴先生 是什么朋友让你来给我带信的 是在香港的杜月生先生 托人给您捎了这封信 杜月生 我和杜先生素不相识啊 看了信你就知道 这个杜先生真是告抬我了 我只是个法官 我做不了主 御先生 我们家慕容先生在上海滩也不是无名无姓的人 只要你肯帮这个忙 他一定会记着你这份情的 不足够的 那你让我怎么做 法律方面您是专家 我怎么敢搬门弄斧呢 吴先生你大概知道黄海钢已经死了 那这样不是更好办了吗 吴先生 这个案子已经是两条人命了 影战案一带诗表传道解惑 却被别人砍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黄海刚当庭翻供指认真凶 却莫名其妙地自杀在监狱的牢房里 我真不明白 这幕后的人是如此地神通广大 如此地藐视法律 如果几凭杜先生的这寸质偏严 就能让死者瞑目 生者失怀 那我就把方涛释放出来 玉先生 既然这样的话 我就不打搅了 告辞 小泉先生 方涛是为了您的事情 才被抓进了军部房的 您不能不管他吧 租界的特区法院 是一个很特殊的衙门 所以你让我走特区法院的路子 那可是复心救火呀 话不能这么说呀 现在租界也是个孤岛 谁还能不给你们日本人一点面子 慕容先生 其实我早就想到你会来找我 而且办法我都替你想好了 我现在是身不由己 也不能时常过来走动 实不相瞒 今天是日本人给了个机会 我才能过来看你呀 此话怎讲 是这样 日本人让我过来向你求个情 什么事啊 日本人向我求情 有个叫方涛的 他的案子是你审的吧 等等等等 你今天来是为方涛说情的 日本人为方涛说情 这个方涛是哪路神仙 这么多人为他说情啊 郭花兄啊 你的脾气为人我是最了解了 我也不指望能说动你法外寻情 但是有句肺腑中言我要跟你说说 你听了可不要动路啊 单手无法 如今你们特区法院 是身陷孤岛 就好比是日本人嘴边的一块肉 在这个时候 可千万不要跟日本人接怨太深哪 郭烈兄啊 你是为了我好 才说这些话 你得清我领了 但是我于国华 不是贪生怕死攀附权贵之人 我只求尚对苍天无悔 下对百姓无愧 连秦门帘也劝不动玉国华 连秦门帘也劝不动玉国华 我看这事是没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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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既然方涛我们保不住了 要不要早点杀了他 即便就是要杀方涛 也不能由我们动手 这种小姐会记恨你一辈子的 或许 郁国华会判他的死刑 王爷 这事要不要告诉小姐 这丫头的脾气我知道 你要是不告诉她 她会一辈子不理我的 那得想好该怎么跟她说 一帆 今天你安排小姐去看看方道 也好给她留点念想 一帆 这也是我唯一能做的了 这也是我唯一能做的了 方涛 谢谢啊 你还好吗 你放心吧 我也没事 我来是想告诉你 我爹他在想办法 很快就会有消息了 你千万不要着急啊 你放心吧 我还好 好 方涛 我问过我爹了 我爹说 不是他指派你去杀的营校长 我觉得 你父亲是不想 让这件事牵连到他 你可能还不知道 小刚 已经死在狱里了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话 到时候我会替你出庭作证的 你千万不能这么做 为什么 因为这件事关系到你父亲的身家姓名 如果你这么做 你只要一进法庭 我可能就会被灭口 我爹他不会这么做的 这件事我觉得可能 跟日本人有关系 因为我实在想不出 你父亲跟尹校长之间 有什么厉害冲突 不会吧 我爹为什么要听日本人的 好多的事情很难讲 进来 御法官 有个小姐找你 她说她知道尹战恩一案的真相 想和你面谈 怎么又是这个案子啊 你告诉她 取证方面的事情 应该找律师和军谱 我说了 但她执意要和你谈谈 进来 进来吧 御先生 你好 你好 你是慕容文女儿方汤的女朋友 请坐 我叫慕容武侠 您叫我武侠好了 慕容小姐 你到我这里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告诉您 尹校长一案的真正主谋 我只负责审理 有关取证方面的事情 你应该找寻谱律师 我知道 可是这件案子很特别 我只能跟您讲 慕容小姐 你可以到法庭上去作证 那样你的证词会有效 你在这里跟我说的一切 我不会使你的证词有效 对不起 御先生 你就不能听我说一说吗 我求你了 慕容小姐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你现在无论对我说什么 都不能改变我对案子的判决 除非你上法庭作证 御先生 我的父亲是做什么的 你知道吧 我已经领嫁过了 其实 尹校长这一案子的幕后主使 很可能是我的父亲 慕容文 日本人怎么会掺和进来了呢 秦文莲只是说 小全让她去找郁国华 别的她什么都不知道 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 日本人怎么会为方涛求情呢 你说 会不会是方涛和日本人有瓜葛 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不过 这个郁国华 连我这个军统的面子都不给 恐怕也不会给日本人的面子 郁国华给不给面子 那要等宣判方涛的时候 就有分响了 这么说方涛是想救影战恩的 巡布房的电话也是我打的 你要是不相信 可以去巡布房查我打电话的记录 慕容小姐我相信你的话 我更希望你在法庭上 能够把这些讲出来 一边是你爱的人 一边是你的父亲 于先生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慕容小姐 在正义和亲情对立的时候 是最难作出抉择的 于先生 方涛的生死就在你的手里了 您能重新考虑一下吗 慕容小姐 刚才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你现在跟我说的一切 都不会影响我对本案的判决 您明明知道真相 难道还要按照错误的来判决吗 对的 为什么 这就是法治 法治按照一定的秩序来执行 违背了这个秩序 就不能进入法治范围 法律都是人定的 难道人还要被死条文束缚吗 人人遵守法律社会才能进步 我作为一个法务工作者 更不能破坏它 于先生 如果我站出来指证我的父亲 真的可以救方涛吗 这是慕容无侠同志 这是玉忠同志 这是玉忠同志 你好 你好 是这样的 无侠同志 一直跟我们另外一位 叫方涛的同志 执行一项任务 这项任务呢 目前遇到了困难 方涛同志 吃了官司 可能会被判死刑 所以我准备 在法庭宣判后 采取武装营救 这项任务 就由你来完成 行 江医生 我们是准备在法庭宣判之后 营救方涛吗 无侠 玉忠同志 是一位很优秀的战斗人员 只要我们策划得终密 把握性还是蛮大的 放心吧 不只是我们这几个人行动 来 我们一起设计一下具体的方案 好 起立 坐 现在 本庭宣判 起立 是个大没关系的 真的不是啥 别人忘了 谁停 祝贵你 谢谢 欢迎 欢迎 请问您最准备 最释放了 您有什么想说的吗 对啊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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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现在是被任务的吧 你也有什么 来 请你谈谈 方先生 方先生 这个案子的主谋 究竟是谁啊 来来来 我们恭喜方涛 恭喜你啊 方先生 谢谢 恭喜 谢谢 方涛 以后可得长进点 你看 这次的事多危险啊 是是 您教训的事 给您添麻烦了 都是一家人嘛 以后凡事 要多为对方想想 你说对吗 爹 你别老拉着方涛说的 没完没了了 让人家吃点东西嘛 对了 你吴叔在监狱里跟你说的话 你可要牢记一辈子啊 是 是 是 吴叔叔 谢谢您为我这么奔波 您说的话我不会忘 你不用谢我 要谢啊 还得谢谢文艺 我吴叔跟你说什么了 都是些鼓励的话 作词 吧 Já 这 有什么意义呢 他是认为警察的梦想 给人家的梦想 他是何够治的梦想 这真的挺无论的 他就觉得 他会参考 只能估散 那你为什么还被巡谱抓住了呢 我开完枪以后 本来就想跑掉 可是慕容文叫去的那个人 进去把尹湛恩给砍死了 等我们再出门 就被巡谱堵住了 你说的那个人 是慕容文手下的小刚吧 对 小刚在法庭上翻供 后来怎么不了了之了呢 慕容文在监狱里把小刚灭口了 他还让吴一帆去警告我 让我说话也小心点 有一件事我一直想不明白 我听说日本人为你这件事 还去找过豫国华为你说情 有这么回事吧 我也不知道这因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这因为什么